吉林四大的孝训 好学尽智 立心尽忍 请问好学应注意什么问题 立心应解决什么问题 这两个问题可以做一个答复 我们在讲习里面 常常讲到学佛的障碍 无论在家出家 我讲第一个是自私自利 第二个是明文立扬 第三个是无欲流程 第四个是贪嗔迟慢 我讲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你要是不放下了 佛门虽然广大了 你不但不得起门而入 门在哪里找都找不到 好学立心也要把这十六个字放下 这十六个字放下了 门找到了 有门路可入了 所以这十六个字不能放下了 如跟佛都是不得起门而入 这个是你不得起门而入 我说几乎是不得起门而入 语言 但我老师的实际 有些语言 齐心动念,不为自己了,为社会,为国家,为一切众生,这个才真正叫好学,这是真正智慧,认真去做呢,这是真正的理性, 人就是仁慈,仁慈在佛法里面讲是菩萨,佛门里面常常尊称别人的仁慈,主要晓得仁慈就是菩萨,仁慈的人是菩萨的别人。